他在网上呼吁美国政府将在美国的中国人全都给绑起来 赶出美国去 还说自己被20个中国警察给绑架了 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营救他 不追强的人还以为是动作大拼真实上演了 演进了全世界的关注 查理们真像才知道是一出自导自言的闹剧 他就是川大的美籍外交艾米利 在四川甘子旅游不配合当地的防疫也就算了 还吸睛附体一样 胜利巨下的大脑防疫现场惹怒国人 拒不认错还倒打一耙 为了引起众事还大肆杜撰抹黑中国的文章 妄图煽动舆论让中国成为众事之敌 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外交艾米利在四川甘子到底做了什么惹怒了国人 又发表了哪些恶意抹黑中国的言论 下场又如何了呢 本期讲人物让我们一起见证 这一个无下线的细经外交艾米利 到底是如何自取灭亡的 视频制作不易欢迎点赞关注转发 您的支持是解人物进步的动力 我有五个成青藤大学的学位 还有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我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帮助你们中国人崛起的 你们中国人实在是太吓人了 个个都是杀人狂 这段话就是四川大学匹斯堡学院的外交艾米利 在社交平台上控诉中国的小作文之一 作为一个中国人听到这段话都会引起极度的不是 从字面意思不能看得出来 这位外交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他来到中国像是一种恩字一样 要让所有中国人都对他是感恩戴德 澳门的语气仿佛中国 没有他就没有办法发展了一样 还说中国个个都是杀人狂 这句话明显就是在抹黑中国 但凡有判断能力的人都知道 这句话明显就是污蔑 也许你会好奇 一个能够来中国当外教的人 至少是对中国有好感的人 而且还有哈佛教授的高知身份 艾米利为什么要这样给中国泼脏水呢 知道事情的起因让人也更加气愤了 2021年7月20号 这位四川大学的外教艾米利 来到了四川甘兹旅游 白天感受当地淳朴的风土鸣情 晚上住在环境优美的民宿当中 悠闲的假期过得那是不亦乐乎 但是没过几天 四川的疫情就反弹了 短时间内新增了五个病例 其中有三例是境外输入的 为了控制疫情 对当地人进行了严格的排查 艾米利所在的 丹巴县也在排查范围之中 没有想到面对防疫人员的排查 这位高学历的外教却变了脸 据不配合不说 连净坑马也不愿意出事 当防疫人员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位戏精外教在众人的围观之下 上演了一幕斗鹅冤的戏码 一边情绪激动地吵闹 一边还委屈地擦着眼泪 不知情的人 可能会被他精湛的演技所欺骗了 以为我国的防疫人员欺负外国人了呢 看到事情前因后果的围观民众 则是一头的雾水 不知道这个老外到底是在闹了些什么 本来艾姆丽也不占理 以为事情到这里就已经告一段落了呢 没有想到这个美籍外教还不肯罢休 开始在网上恶意攻击抹黑中国 为了能够有图有证据 艾姆丽也是挖空了心思 她在民宿门口偶遇了三名警察 特意跟几个人热情地打了招呼 还拿出了手机给警察来拍照 两名女警察对着镜头露出了友好的笑容 另一名男警察笑得很是憨厚 本来是对外国人表达友好 没有想到这位巨心叵测的艾姆丽 竟然想拿着照片大做文章 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煽动性的文章 控诉中国警察要绑架她 为了自保 她才不得不大吼大叫 而那两个笑容可拘的女警察 在艾姆丽的社交平台上 却被描述成为了杀人狂魔 还大言不惨地说 中国派遣了二十多个警察来抓她 这明显就不合理 艾姆丽又不是李小龙 犯得着派这么多的人来去抓她吗 而且就是做一个核酸检测 防疫人员都很忙的 没必要为了她而大动尴尬吧 不得不说 艾姆丽的想象力真的是不一般的丰富 可能是美国大片看多了 总觉得有人想要害她 还要求美国派遣特种兵来救她 听着就觉得可笑 没有想到艾姆丽的这篇小作文 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相关部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是立马掉出了当时的监控 发现跟艾姆丽说的版本完全不相符 特地对事件的原委进行作访调查 当时的围观群众站出来作证 艾姆丽闹事的时候 当时的防疫人员并没有任何过激的举动 也没有任何肢体的接触 艾姆丽住宿的民宿老板 也被问的是一脸懵啊 完全没有想到 就是一个简单的核酸检测 定然能让这个外交闹出来 这么多的花样来 据老板回忆 防疫人员到达之前 有三名警察在门口路过 也就是艾姆丽照片上的那三个人 后来防疫人员到了之后 艾姆丽就变了脸具不配合 还与防疫人员发生了口奖 看到艾姆丽是外交的身份比较特殊 后来又派了两名出入境管理的人员 出面协助调检 希望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一个问题 由此可见 艾姆丽在社交平台上的这些言论 都是她一个人自倒自演的闹剧 不过看她熟练地给中国泼脏水的说法就知道 这绝对不是第一次了 深奥之后才发现 这位美籍外交实际上大有来头 除了漂亮的名校简历之外 在写作上也是一个能人 原来艾姆丽早在多年之前 就已经开始给纽约时报 赫芬邮报等多家媒体公告了 原来是一个职业写手 怪不得写的小作文这么会抓眼球呢 不仅如此 艾姆丽还经常参与创作性写作 还编写过剧本 这样就说得通了 编造的剧情确实是足够夸张 还让美国政府派特种兵来解救她 真是能够想得出来呀 艾姆丽的作妖行为 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捏造事实给中国泼脏水的行为 更是触怒了国人 这样无耻的人更加不配为人师表 艾姆丽还得意洋洋地以为自己是外国人 在中国就会有特权 中国人不敢拿她怎么样 不仅毫无悔意 反而是变本家里 躺在舒适的酒店里 恶意地发布默黑中国的言论 中国的疫情防控能够有如今的成果 是全国人民努力的结果 撞着外国国籍在中国的地盘上作妖 还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 那真的是想得太天真了 很快艾姆丽的报应就来了 四川大匹斯堡学院 因为她污蔑中国的言行 当机立断地与她解除了雇佣关系 失去工作只是一个开始 还没等艾姆丽反过来 就得到了警方的传讯 并等到了9月2号 限期离境的噩耗 2021年的9月2号晚上8点 艾姆丽坐上飞机 回到了疫情严重的旧金山 都知道美国的疫情情况不容乐观 既然她不愿意配合中国的防疫 那就回到美国享受自由去吧 看到艾姆丽这样的处理结果 你会觉得大亏人心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简人物 方便查看 网期精彩的视频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